這次小客車停放在昏暗狹小的空間裡 車上沾滿不少灰塵 車頂破了一個大洞 旁邊的板筋也被刮傷 眼前的擋風玻璃碎裂 還有支L型的鋼架壓在車上 事發就在臺中南屯一處社區大樓 一名無性女子在此租屋 社區副社的停車場升降梯供住戶使用 沒想到二十四號下午 卻突然發生故障 無性女子當時準備外出 但上升至一樓的升降梯卻突然墜落 女子連人帶車摔進地下一樓 當門打開的時候 還沒有到一個穩定位置 我人就往下墜了 對 所以我也一剎那也反應不過來 然後一到落地的時候 就鐵條或者是什麼都相繼的插下來 女子當時插點就被鐵條砸中 由於撞擊位置正好在駕駛座前方 幸好倒風玻璃足夠堅固 並無整片碎裂 雖然幸運逃過一劫 但說其事故還是心有餘悸 當然心裡生理都有點很不舒服 那雖然我沒有外傷 但是我當天有馬上到 零星醫院我去做了S光片檢查 事發後女子質疑大樓委託 維修業者負責檢修不慎 明明是嚴重的公安事故 但業者卻表示純屬意外 加上由於設備老舊 之前就已經建議住戶環心 這個稱呼大概是三十年的一個車位 保養單都是都是給我們打勾 都是OK的 保養廠是說他們開給我們估價單 五十四萬 不過主委受訪時表示 因為維修價格昂貴 目前尚未決議要進行設備更新 而業者目前也還在和無性女子協調賠償事宜 三連新聞市議會陳秉豪 查順章 台中採訪報導